去年大概是年輕鬆一點 11月就好像那時 就是黎康先生就上我家 還有承回科幻會會有聚會 那盧啟宛先生 他就有即時拿個畫板拿個畫紙出來 我們在那邊聊天 跟黎康聊天 坐在梳化上 他就即席輝浩 就立刻跟他畫了個照像 又是去去如生 那大家想看那個照像 雖然不是說真的看得很清楚 但是都看到的 當然當然要上個香港科幻會那個網站 那個網站裏面其中有一些活動展影 活動展影其中一項就是 2008年 2008年去年11月 就是黎康先生跟我們聚會的時期 如果你 click 進去 我們有好幾張相片 即是六張八張相片 其中一張 就是Circle在畫黎康先生那時 他都差不多畫完就對了 那張相片都可以看到 真人就坐在那裡 畫紙上就有他的超像 你可以比較一下 畫真的很厲害 畫了都好像不用半個小時 好像20分鐘以上 已經搞定了 好 那就 剛才Circle就說了一件事 其實他一走過去 他一說一件事 我就很欣賞 他說最重要就是意念 你看那個眼鏡那裡 最精彩的是 普通畫一個眼鏡就是眼鏡 多畫一個這樣 像鏡片一樣 第三個就變得很科幻 當然現在有卡通片那些 叫什麼人 是不是三隻眼 還是幾隻眼鏡 我都沒有什麼名字 三眼仔 三眼仔是不是 你知道我 我不看那些了 現在三眼仔 真是好東西 多謝多謝 我原來是三眼仔 都要打眼鏡的 這樣 另外呢 剛才Circle就說了一件事 他就說 其實科幻美術 起步很容易而已 門檻是很低很低的 隨便拿支白 拿張紙就已經可以了 當時